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约会都要男生来买单吗 哎呀 这一刻我们约会的问题 当然是不应该啊 你很亲爱男生的一年 然后我们下次约会 就是在有互相白碗蛋的 因为我本来不是属于亲的管子嘛 所以我觉得还没有需要到就是说 哎 都是男子的亲 我的话也不一定需要男生来买单 我是属于中间的 那如果说男生他硬要女人呢 他其实是一种爱女人的管子 那女生可以从其他方面啊 就是说无理不定 就是男生 我真的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你不会让他吃单看啦 这个月子很好 第三题 你能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对象 有很好的对象 很小 这一个嘛我要来说 我是觉得啦 可以有意气朋友 可以有很好的意气朋友 这个是有 多加了两个字是很大的差别 对 但是这个意气朋友 必须也要让你知道是谁 对对对对 所以总之这个很好的意气朋友 这个很好的就不存在 除非是你还在当身的 我觉得OK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已经在讨恋爱的人 我觉得 我觉得难免对方 都会有一些心理的小哥 嗯 我真的会越想 呃 为什么你已经认我了 为什么你还那么好 对 我觉得是谁都会这样子吧 但是有很好的意气朋友 我觉得也是可以 但是 不要太谈了聊天 对 而且不要越过那个界线 对 不要超过 那个反正也我觉得 可以超过的 来 下一题 你们能不能够接受 一地恋 我以前的话是 有点怀疾 一地恋 一地恋 因为我很怕 那种相隔和圆的感觉 比如说 现在有情绪 我想要见你这个人 但是你不在我身上 但是我变得很难受 真的真的 是一个 我以前是很难受 但是我现在已经 看开了 我之前也是 很久很久以前啊 就是海带上 回头观点的时候 我觉得说 诶 为什么要分开 可是 渐渐长大的时候 又觉得 异地恋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觉得 大家都有自己 各自的梦想去打拼 自己有自己的俗话训练 自己有自己的 去披补 别人还在年轻嘛 就是要在这段时间 你应该去把这些 未完整的梦想去 把那些俗话训练 而且呢 只要你们自己 都有信任 这一点 疑念的问题就是 建立在于 信任 信任就能合啊 我觉得 如果你有信任 然后你已经相信 那一堂 你们自己每天都有沟通的话 信任跟沟通是什么 我觉得 应该就不用理到 不一根究竟 还是回报在 信任跟沟通上面 这些我们以上所说的 都是我们自己 个人的梦想变成 是的 都是主观 不是客观哦 好 如果你们很喜欢 关于恋爱的课题的话 或者是管有其他一些 你们想要听到的话题的话 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 让我们知道咯 我能比我接受 我能比我 我能接受 我能接受 我能接受